俄罗斯还有重新崛起的机会吗? 以色列人给出答案,跟天气有关。 众所周知,俄罗斯作为敢和美国正面叫板的国家,其军事力量不言而喻。 但自前苏联解体后,多年来俄罗斯仍处在难以重建经济发展的困境中,主要以贩卖武器装备、能源出口维持生计。 相比上世纪前苏联的辉煌,现在混得太惨了,所以俄罗斯一直在寻找重现辉煌的途径。 近日,以色列人给出的答案令人诧异,告诉了一个可能。 据媒体11月12号报道,以色列媒体表示,气候变化可能会让俄罗斯重新变为强国。 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,拥有极地优势的俄罗斯将成为最大受益者,而且全球变暖还会使俄罗斯可用土地面积增加,有助于俄罗斯工农业发展。 很显然,以色列人认为,俄罗斯崛起的契机要看未来天气怎么样,变热就有希望重现辉煌。 实际上,这种看似怪异的表述有一定依据。 分析指出,北半球的极地冰川下,也蕴含着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。 同时多年来,全球各国都以海上运输为主要贸易形式,而作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关键爱口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,基本都掌握在西方手中。 如果全球变暖,致使北极航道顺利开通,不仅能为俄方带来大笔商业收入,还能增加俄罗斯的军事威慑力。 举个例子,日本的集装箱从横滨到荷兰的洛特丹港,若经新加坡的马六甲海峡,经苏伊士运河需要22天,但采用北极航线仅需15天即可到达,节省了超过四分之一的成本和时间。 而且北极航道比较安全,届时定有大批俄舰队护航,这样一来,各国基于利益考量,必然会选择更安全、高效力的航道。 另外,随着北极航道的贯通,俄罗斯的海洋区域也就可以东西串联,届时可以向北极地区部署更多的雷达、战机、潜艇。 而该地区又是美军导弹攻击的必经之路,庞大的预警网络可以让俄方及时洞察战机,并做出反制行动。 这样看来,俄罗斯能否重新崛起,还真得看天气卖不卖面子。 不过有人指出,真正的强大并不是依靠外部力量,打铁还需自身意。